兔兔好可爱 肉肉很好吃 在四川小面当中 有一种资中兔耳面 它和球星鲜鱼一起 构成了资中最富盛名的美食标志 喜欢这碗兔耳面 就跟我来做吧 首先我们来处理食材 因为是做兔肉丁 所以最好选用肉多点的兔腿来做 先把新鲜兔腿清洗干净 做成小丁 浓水下锅 将葱姜和冬果烧开后再煮两分钟左右 去除血水和炒腥味 捞出后冲洗干净 再来准备点配料 酒房切成短节 再切点小葱花和蒜末就好了 开火把锅烧热倒油 七成油温左右 放点花椒炸出香味后快速倒入兔丁 烹点白酒去腥蒸香后开始煸炒 把兔丁炒到兔油 有点焦黄的时候就捞出来 倒入葱姜炒出香味后 把汤汁烧开 烧开后加点料酒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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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少许的老抽和白糖去腥提鲜 再转小火炖煮 炖煮五十分钟左右 期间要注意定时翻动一下 炖煮的时候我们调个四川小面的灵魂料汁 碗里加酱油 醋 味精 蒜末 花椒面 再来点花椒油 自制的红油辣椒 和自己最爱的小米辣 再加一小勺四川小面 必须用到的灵魂猪油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和酒黄就好了 烧煮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根据汤汁的情况 加盐和味精调味 最后再把锅里的香料捞出干净 水烧开后我们下入面条 水再次烧开后 给碗里加点面汤调匀 面条熟后捞出到碗里 然后放入豌豆尖烫两秒钟 带着清香就快速捞出 最后再舀上一大勺袋的汤汁的兔肉 就该吃了 这样一碗肉香扑鼻的兔子面 吃起来非常的辣香过瘾 这种美味甚至已经完全无法 用哪种最美的词来形容 绝对的四川小面美食担当 豆豆告诉我 你们想吃吗 我是南希 一该做饭的男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